哈囉,大家好,我是賈斯柏 那這幾週因為這個烏二戰爭的影響 所以說震盪的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來看一下這個FANG 我先跟大家講很多FANG其他的一些個股 基本上這幾個月跌的真的是烏鴉鴉 那FANG相對的比較抗跌 那坦白講也沒有多好看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 各位請看第一支這是亞馬遜 亞馬遜上面的一個很大的區間 那這個區間基本上下面就是3200 上面是3700 那基本上我這個區間花了整整一年 2021年的亞馬遜到現在的報酬率 看起來是負的不是正的 所以亞馬遜他是準備要繼續漲 還是說也會跌還是他像阿里巴巴一樣會幀數放緩 我覺得做電商說真的也沒有這麼的容易 很多人在10年前的時候電商的確是一個封口 可是10年之後當很多很多的人都不斷的再去用這個電商 那紅利還有多少呢 那以後會不會有競爭對手呢 說真的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各位可以看亞馬遜現在看起來好像是在打一個WD 但說真的第二隻腳他還沒有完全的一個成型 但是有一個好消息 第二隻腳出現了一個突破缺口 突破缺口就代表是一個支撐的一個意思 所以如果說他可以順利的去站上這個基線的話 那或許就有機會去怎麼講去做多吧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WD也是可能會失敗的 各位可以看去年8月份到10月份的時候 當時亞馬遜在區間也是打一個WD 而且也真的是去突破中間的基線 而且是水平的一個頸線 可是也失敗了 所以我這邊我就跟各位講 如果說今天你看到一個W成型的話 你是可以買進去 但是你的停順點你就設好 不要去跌破的水平頸線 一跌破該跑還是要跑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是大盤發生什麼事情 還是說個股背後有人在耍一些小動作 所以大家還是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形態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確的 只是說形態可以幫助我們去做一個判斷 蘋果相對於美股的大盤 算是相對相對的強 所以我可以很直接跟大家講 如果說哪一天美股的大盤開始反攻 那蘋果一定是率先就衝出去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 各位你要買股票說真的很難嗎 第一個你要去選擇好公司 而且是好的市場 如果說你選到美股的話至少還是比較強 如果說你今天去選到一些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市場 這個我就不講名了 反正大家心知肚明 那可能就基本上就一路硬跌 或是跌跌跌跌跌 沒什麼希望 選對市場 然後選對個股 那這個選對個股 基本上各位就盡量去選龍頭 你不要覺得說這個龍頭股 感覺好像長得很慢 沒有一些中小型的個股 長得比較快 可是我跟各位講 像你看今天你也看到了 如果是中小型的個股 跌的速度那是超級快 跟那個過山車 銀銷飛車是一模一樣 那第三個就是等 好公司被挫殺的時候 我問各位 像這次的烏克蘭或是時候俄羅斯的戰爭 我們的立場希望說世界和平 那我們沒有去講任何的政治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那請問跟蘋果有什麼樣關係 蘋果是在那邊有設很多很多的工廠嗎 增產線嗎 或者是說那邊的市場是很大的佔比嗎 所以各位你覺得現在蘋果它是基本面太差了 所以它下跌 還是說它只是一個區域性戰爭所導致的一個挫殺 我覺得這個答案應該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明顯吧 所以各位蘋果我覺得真的 比大盤還來得強 如果說哪一天大盤佔回季線的話 蘋果肯定是率先就衝出去 我這邊就給大家建議了 165到170 如果說它可以去佔回到165到167的話 或許你可以去介入 那各位為什麼要這樣買呢 因為大部分的投資者 我建議是順勢交易會比較適合 逆勢交易這種左側交易 還是比較適合是大機構 或者說有經驗的投資者 同時裡面我畫了兩條線 上面的這一條跟下面這一條 現在你可以把它就當作是一個小區間去看斷 蘋果基本上就應該在裡面正拿正拿整理了 那至於什麼的出方向 說真的我們就不預測 不預測市場 我們應該去尊重市場 然後順勢而為 它往下我們就保守一點 但如果說它往上的話 那就看它能不能夠去突破這個前高 以及佔回季線 Facebook各位可以看啊 Facebook就 什麼形態都沒有 它連W的什麼第二隻腳都沒出現 所以它會什麼時候落底呢 沒有人知道 各位你不要輕易的去拆底 不要輕易拆底 那當然我知道極少數極少數的酸民或是刁民 一定會說 我什麼都不知道 對啊 對啊我什麼都不知道 如果說要可以保證明天幾點幾分 漲幾點拿個跌幾點 那這個小弟我無能為力 我建議極少數的這些酸民 可以去找perfect完美的一個老師 我還是再次跟大家強調 順應市場 然後找選好公司 然後找好公司被挫殺的時間點去嘛 基本上股票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Facebook你看啊 當時你看我畫了一個粉紅色圈圈 當時從兩百三百二十幾塊錢 一路暴跌 一天就跌到兩百四十塊錢 的時候呢 很多人就急急忙忙就中壓 對啊很多機構覺得 Facebook啊 這個這麼好的大公司啊 圓宇宙啊 縮起這個圓宇宙 各位啊 現在你回頭來看啊 你有沒有覺得當時啊 在喊圓宇宙好像就是為了要出貨 各位你知道什麼出貨嗎 就是到貨給韭菜啊 對啊 要不然主力怎麼賺錢 當時半年前一直講 圓宇宙怎麼樣 改變人生啊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很多人啊 在白天的時候呢 上班 要去辦公室 然後晚上呢 要去圓宇宙裡面找另一方工作 然後繼續加班嗎 對啊 當然啦 我知道 這個只是一個開玩笑 那大家也知道我意思啊 我只是說啦 先以現階段來看啊 你有沒有覺得在喊圓宇宙的時候呢 當時股價好像是一個高檔 好啦現在摔下來啦 怎麼就沒有人在提圓宇宙啊 對不對 現在大家都在關心這個什麼加息啦 石油啦 戰爭啊 怎麼沒有人在提圓宇宙 對不對 很奇怪吧 所以當時一大跌就急忙 中央的投資者啊 那現在就只能忍啊 怎麼辦 當然啦 Facebook 未來還是有蠻大的機會 可能會轉回來 但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啊 半年 一年 對不對 像亞馬遜一年都盤整的話 那你就等一年也上囉 所以這中間喔 很多很多機會成本 自己還是要好好的去想一想 Google現在就很明顯啦 是走一個下飄期 你看喔 下面上個點連起來 剛好就是一個支撐線 然後上面呢就是一個壓力線啊 嗯 那說真的啦 Google呢 還算是比較強勢的 因為呢 美股大盤喔 跌得 說真的比較難看 但Google呢 基本上喔 它沒有偏離季線太多 偏離季線太多 只是說 什麼時候 大盤回穩的話 那Google應該也是 蠻有機會再往上 而且Google一來啊 一直以來都是 大漲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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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邊就給大家建議啦 2750 如果說今天Google呢 它可以去站回來的話 就表示 它順利去突破壓力線 那或許呢 各位就可以考慮介入 Microsoft跟Google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這邊也就直接給大家一個建議啦 305到310 如果說 它可以去突破的話 就代表說 它順利去突破 下降的一個壓力線 下降壓力線 且站穩這個極限的話 那麼 再300多塊以上啦 那各位我覺得你可以去介入 現階段的話 因為說真的大盤 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整理完畢 我不認為大盤會崩啦 很多人會說 大盤要崩啦 什麼死貓跳啊 講一堆也沒啦 我倒是沒那麼悲觀啦 我覺得這個只是一個趨性的事情 但是說真的 大盤也是需要一點時間整理 那什麼時候整理完畢 什麼時候往上攻的話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來追蹤 好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 我這邊還是跟各位重申 第一個啦 我還是比較看好FAMG 因為畢竟這些融合公司 都很大很大的護城河 什麼叫護城河呢 好比說它在某方面 有它壟斷 或是獨特的一個技術 第二個呢 它沒有什麼競爭對手 可以去挑戰它 第三個 這幾家公司 基本上就是賺錢機器 當然啦 現在Facebook是比較差 但其他的話 只是說有受一點影響 但不至於說會去崩掉 各位你可以看 很多很多的網紅股 中小型的個股 都跌得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我覺得 在漲時重視 但是跌時重值 這個值就是質量的值 給大家參考 好今天影片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